高铁账务员员仔细指引旅客进站 每天辛苦工作期待年终奖金到来 不过今年辛劳恐怕打了折 因为高铁公司最新公告 考量财务营运等状况风险后 今年受疫情影响 全年度营收比2020年减少22.76% 比疫情发生前少了36.37% 创营收历史新低 也认为变种病毒未来还有威胁 因此艰难情况下 年终奖金为个人薪资1.8个月 高铁公会替员工发声透露 长期以来年终都是两个月 这次打破员工历年来保障年薪 14个月劳资关系 以往就算艰困也不会这样对待员工 认为高铁罔顾劳资关系 表达最严重不满 我们维修同仁 大家的风险都提升了 原本大家的期待是说 今年大家还可以安稳稳的过一个好年 没想到公司去用这种营收减少的方式 来收减大家的年终奖金 但其实高铁只是没有多赚 而不是赔钱 严正抗议希望公司改回发放两个月年终 对此高铁回应 年终奖金是以照薪资给付办法 营收减少也评估疫情影响才会合法1.8个月 预计21号会入同仁账户 只是辛苦一整年付出加重 回报却打折 还是不免让员工们有些失望 订阅新闻终奉章会先 推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